诶 百姓佣兵 S7佣兵打匹配 诶 又让我看到了 这又是点错了吗 这上一次看到的没记错是S1还是S2的勘探打匹配 我们来看一下遇到什么地图啊 医院 小丑 小女孩 先知 拉拉队员 佣兵 这把的话先知代薄命 诶 很符合咱们这匹配的一个打法 这个皮肤的话好像在观战当中我是没有见过的 可能是他的视野比较低还是怎么低 我看其他图黄都不太用啊 但这个皮肤可爱还蛮开爱的 这里小女孩飞一波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次观战这个皮肤 找拉拉队员 飞轮20秒 底牌张狂 这里拉拉队员飞轮15秒 飞轮好了的话小丑这边可能要闪现开了 这拉拉队员所在的地形 其实小丑拉锯很难拉 这个位置我觉得小丑应该不会对 不会再回头进废墟了 再进废墟其实花 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这里的话小女孩附身佣兵 佣兵跳护币进地压室 但是小丑似乎 有感受到吗 没有 哎 没想到 因为护币跳了以后他这边就没有足迹 找先知 先知带博命 这里先知看队友 哎 你看队友是吧 那还行啊 这个先知骗你个鸟 哎 这笔鸟还给不来 对吧 这鸟刚回来 那先知直接倒地 哦吼 外面密码集 哎 这就是匹配的密码集了 总量修起来 半胎 嘿嘿嘿 这个就很符合匹配啊 当然我觉得这种局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大家玩的开心就好啊 那这样的话小丑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开局啊 前期顺利的寄到人 并且呢 小女孩全程附身佣兵 哎 玩的就是一个 与众不同 对不对 还 闪过来 飞轮 哎呦 飞轮佣兵 护臂跳过来 这你小女孩 这小女孩感觉也是一个绝活呀 这ID很像啊 小孩你也抓 这里先知 开始了 嗯嗯 这边求生者开始进行了他们的一个比较愉快的 哎 正面对抗啊 这佣兵交掉互币找队友好 穷者修完一台机开始做动作哎 打拳击好哈哈哈哈 啊那这样应该这局没有什么太多悬念啊 总量修掉了一台 然后这边先知二挂 佣兵小女孩都受伤啊 非常非常的匹配 这里有小女孩 败血小女孩 纸片 蜡锯好 佣兵 宝瓶别救 你说不救就不救 先知我队友 我要去救他 拉拉队员这边也赶过来 嗯 这样的话只能救小女孩了 这个应该是不具备任何的悬念了 这边佣兵思考了一下嗯 我该怎么办呢算了打打拳吧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